這個我完全聽得懂 好厲害喔 我當過民主進步黨 總統初選的總幹事 這種類似的情況我就遇過 那我先把剛剛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剛剛的那個 蔡英文的拱手讓人 把他結束 蔡英文你在黨內 要被地方黨部接待 這些你拱手讓給敵人 我沒有意見 那是你黨的事情 可是你是國家的總統 當太平島變焦的時候 國家的主權 你是拱手讓給人嗎 釣魚台的漁權 是上市的時候 你也是拱手讓人 連日本把釣魚台 變成他的領土列為教科書 你也都沒有去抗議 如果你沒有去抗議 在國際法經過一段時間 你就等於接受了 你不是更把我們的領土 拱手讓人嗎 所以把國家的主權 國家的很多權益 拱手讓人就是你 第二個這個 因為我以前跟對手都談判過 一定要把規則講清楚 對不對 那有權利的人 他如果覺得拖對他有利 他就跟你談 談了以後呢 例如說這三四點 要合在一起做對不對 那如果一點沒有就沒有 對不對 可是卓榮泰這個時候就厲害了 所以我就看出來 卓榮泰在幫誰忙 他在幫誰 當然是幫當權者忙 幫蔡英文 對 因為他說都講得都對 例如說講這四點 你要一起做才可以對不對 那各講一點對不對 那賴清德當然講說 他當初是這樣講好的這個包裹啊 賴清德很堅持 只有五月底下要會比較 那他說沒有啊對不對 其實說老實話 黨中央有所有的文字嘛 有誰不對就講出來就好了嘛 為什麼黨中央要獲悉你 獲悉你一定是幫有權利的人獲悉你 那有幫幫有權利的人獲悉你的時候 蔡英文的對手的那個發言人就會講了嘛 哎呀都是早就都按照初選程序都沒有問題了 都是你賴清德出而反而 到時候就把這個加在你身上 再透過他們的媒體 再透過他們的網軍 賴清德就會越來越黑 董哥這齣戲已經走到這裡了 賴清德他的賽跑 永遠跑不上終點 永遠沒辦法起跑 永遠沒有終點了 他現在還要堅持五月底前做民調 人家根本不理他 因為他沒有辦法想像 蔡英文竟然是這麼無恥 覺得一個人不要臉到這種天下無敵 超過賴清德的想像 賴清德已經很壞了 他沒想到有人比我還壞 那你看民進黨正式公告過 什麼時候是進行初選 4月10號 後來講說因為蔡英文出國訪問去帛琉 賴清德很精子說 那我就不要有活動 然後蔡英文就在海外 就開始每天講他的政見 那時候4月10號改成4月15號 然後15號當然沒有舉行 就說5月底 現在5月底又沒有 他最後真的有講5月底 有講5月底 有有有 所以已經改三次了 現在又講6月10號 那阮招雄竟然說沒有啊 沒有講5月底 所以你看喔 蔡英文為了當選 就棄民主價值一不顧 他們號稱民主進步黨 所以我剛剛看到他在講話 我很想邪他在中類詞那個態度 2%的態度 來來 再讓你再噁一下 來聽聽看蔡英文講 沒有錯 對岸的中國很強大 一國兩制喊得很大聲 但是我們要有自信的更大聲的說 我們只有一個國家 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只有一個制度 就是民主自由人權 你要幹嘛可以了 噔 真的是噔 冒陸狂話 我想起一部電影叫冒陸狂話 一個人可以無恥到這種地步 結果我為了 盛嫌我不擇手段 你知道他 為什麼又要把時間要把它壓禍 你可以看喔 我們這兩天媒體最新的民調 是聯合報今天的民調 聯合報最新的民調 他已經 就是等於說上升來了14 你剛剛講的嘛 對 就滿意度到三次 關鍵的是哪些族群呢 就是年輕人 第二個獨派 申利獨派 這些原來是挺賴清德的 他把這些東西移過來 為什麼他把它搞到六月 你知道嗎 因為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日子 六月四號是三十多年 六四 六四天安門事件 他用這個東西來嗆 那嗆了以後 這兩天發笑以後 就去辦他的民調 他可以把賴清德那些勝利獨派的 壓十指的通通跑過來停 他現在打的主意就是這樣 所以時間 壓到這個時候是最好的時間點 那林彥 一再的變換 一再的偷 一再延後 就是我剛剛講的 無恥到已經令人匪夷所思了 然後嘴巴還可以講得很漂亮 那今天賴清德 他只是沒有想到說 今天今天有人敢用這種手段 其實手段去見郭信良 那也不夠小事一樁啦 對他來講小事一樁 反正 我知道台南是你賴清德的大本營嘛 你們那些賴系的邱莉莉 你們這些我都知道嘛 那我當然就不要讓你知道我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過去 在台南這一塊 賴清德雖然抓死死了 但是他還是有些鬆動 那剛好這一塊對蔡英文來講太有利了 所以他現在所謂的接地區 就是反正你丟我撿 然後是你的 我也知道我動不了 我就把他避開 免得我的動作被你知道 那現在對蔡英文來講 唯一的價值就是如何用爛招 用爹類手段打敗對手 來 趙欣 以前我們都講說一個人 就是說英人設施叫 先射劍再畫靶 覺得我們就太小兒科了 他是先弄一個假的靶在你那邊 然後騙賴清德我射囉 然後再把嘿嘿回移過來 結果你完全就射歪了嘛 因為賴清德現在還在找靶啊 還是要靶在靶 靶還一直到 沒有想到他自己就是那個靶 所以大家萬一射出去靶不見了 靶不見了 結果發現自己才是蔡英文的靶 我自己就是那個靶 萬箭穿星 所以這個從裡面可以看到 雖然過去我們知道說賴清德做事情 有時候喜歡硬幹蠻幹 但是比起這個蔡英文來講 他算是光明正大了 竟然可以用這種方式 不斷的往後延長 跑的告訴你跑一千兩百公尺 快跑到快跑到變一千六 快跑到變兩千 把你活活累死 叫他拖到最後是怎麼樣呢 不要管細節 不要管時間 很簡單 他就是要等到我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絕對會贏的時候 我才願意辦這個初選 而且會不會初選都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很諷刺的是什麼 就是說 一個獨裁者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今天當我要輸的時候 我就改變規則 所以當賴清德快要贏蔡英文的時候 我就改變黨內規則 公投也是一樣啊 當人民快要贏蔡英文的時候 我就改變公投規則啊 這是什麼 這就是獨裁者的特質 也難怪他今天三年來說自己是怎麼樣 經濟沒有變好 民主更被經濟學人說 你民主是倒退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改變規則 來成就自己的獨裁者嘛 這種人怎麼可以留 人民怎麼可以投給他 他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因為 你看美中不只是貿易大戰在打 國防也在打 在美金這個貨幣也在打 那南太平洋的東南亞的這些 美國的這個權力 他要繼續維護 我一直在講 這個蔡英文為什麼對日本人 所謂的沖之鳥礁變沖之鳥島 太平島變太平礁 釣魚台水源島 為什麼都不肯講話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這一連串 是過去是美國管理的 現在全部交給日本人的代管 然後每日又安保條約的時候 就整個這條防線圍堵了大陸的出海口 所以蔡英文在做什麼 蔡英文其實在連結美國 對抗大陸 這是蔡英文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要去看 美國人現在做任何的事情 也是與大陸為敵嘛 與大陸為敵 所以蔡英文會甘願來做這樣的事情 甘願做什麼 就是我如果繼續讓我的總統能夠選贏 當然是我最主要的目標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 還不只是這樣 如果這樣的狀況 加上臺灣那個保證法 assurance law 跟travel law 美軍可以在臺灣 將官可以在臺灣住 然後軍艦可以進來 聯合軍事演習進行 那就造成兩岸的緊張嘛 對 如果其實我覺得蔡英文 最主要的一個做法就是說 我一定要代表民進黨出來 你美國人看著我 我可以幫你忙 那第二個 如果你們美國人也幫我造成兩岸的緊張 那到那時候 1月11號之前 如果覺得他不能贏的話 就制造臺海緊張 就可以宣布戒嚴 就不用再選了嘛 就可以繼續延任下去了嘛 對美國人來講也很好啊 我現在利用你蔡英文多好啊 我現在跟大陸打得不可開交 美中貿易戰 美中國防戰 美中所有的 不只在亞洲打 在中東也在打 伊朗也在打 在中亞也在開始 在歐洲也在開始 所以好 美國人想出這樣最好的機會 你蔡英文 甘為我的全馬 那我當然幫你蔡英文 打這個仗嘛 所以在今天這個狀況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美國人到底對於兩岸之間 是什麼樣的立場 我們臺灣是不是淪為美國的一個籌民 如果這個籌碼 美國人高興怎麼打 就怎麼打 打到最後變成我們 中華民國變成戰場怎麼辦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這個問題 所以蔡英文那個野心 你可以看清楚 蔡英文她那個野心就是 就是我要繼續連任 我要繼續做 蔡英文過去 臺灣的司法也搞混了 人倫 倫理也毀了 所有的經濟也毀了 國防也毀了 所有的跟兩岸之間 和平穩定的關係也毀了 我請教各位 蔡英文當了總統才三年 三年多的時間 請問是不是全都毀了 那美國人如果在這個角色上 還是一樣的著作為虐 幫助蔡英文 我覺得這是我們 中華民國的悲哀 也是臺灣人的悲哀 我更擔心的一件事就是說 美中的貿易戰一定會越打越激烈 那當大陸的產品沒有辦法銷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們臺灣所有的廠商就要倒了 我們將來都連工作都沒有了 這是我最擔心的問題 現在看到蔡英文她所有做兩岸的 任何的政策任何的發言 然後包括說臺灣跟日本的種種的爭端 還有怎麼樣呢 你其實都要拉到中美的世紀爭霸裡面去看 臺灣裡面的臺獨的勢力是不是跟美國 它已經真的水乳交融了 其實教授我們臺灣跟美國的關係 畢竟還是要建立在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下面來發展 可是美國現在好像已經不太甩了 他直接要把臺灣當成一個 新的獨立的國家 然後來這樣來玩 然後來操作嗎 這個三個公報當初我已經提過了 當初讓臺灣退出聯合國是美國 所以我們一定要從國際社會 國際強權它後面的國家利益 當初是因為美國陷入越戰的泥鬧 還有韓戰 所以尼克森是最反共的 他會為了國家的利益 拋開他的反共的那個意識形態 然後去找到那個 毛澤東然後促成這些 然後一直讓步 就是因為那時候 美國差點跟蘇俄也核子戰爭 他為了穩制國家的安全 而且美國永遠不希望在自己的本土 有任何戰爭 所以因為這樣他一直退讓 然後退讓到現在新的國際秩序形成 因為大陸那時候在國際還不是算強國 算不錯也不算很頂尖的 現在大陸要跟美國爭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可能第一強國 美國這個國家一旦發現說 大陸變成他的威脅的時候 他的整個的為了國家的利益 他整個的國際秩序會改改關 那臺灣如果說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維持在跟各強權之間 維持一定的距離 那像現場講的如果臺灣選邊站的話 那將來臺灣很多的利益 就因為選邊站造成很大的衝突 新加坡會不會選邊站 不會選邊站的 連韓國會不會選邊站 也不會選邊站的 因為選邊站就會造成另外一邊的敵對 所以蔡英文為了他的連任 為了他的選舉 讓臺灣選邊站傷害的最後一定是臺灣